国立交通大学电子实验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这份lecture所要讲解的为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其中包含数位讯号处理系统的简单介绍 Sampling、Aliasing和Quantization三个观念的介绍 以及造成ADC输出误差的两个主要原因的探讨 以数位讯号处理的技巧来做讯号的处理有相当多的好处 像是数位讯号对杂讯的稳健性较高 要改变系统的设计时比较弹性 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成本较低 如果要使用数位讯号处理的技巧来处理连续时间的讯号 我们通常会使用这个方块图所呈现的离散时间讯号处理系统 我们大致上可以将此方块图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为将类比讯号转换成数位讯号 它通常由low pass filter或是band pass filter和类比讯号对数位讯号转换器组成 类比讯号对数位讯号转换器称作ADC 第二个部分会针对第一部分转换得到的数位讯号做处理 像是以数位讯号处理晶片将讯号做某些演算法的处理 第三个部分则会将第二个部分处理完的数位讯号转换回类比讯号并输出 像是最常见的就是将处理完的声音讯号输出给喇叭 它通常由数位讯号对类比讯号转换器与low pass filter或是band pass filter组成 数位讯号对类比讯号转换器称作DAC 这次的实验中我们只会针对此系统中的ADC部分做简单的探讨 ADC所做的事情有两件 第一个是取样又叫做sampling 第二个是量化又叫做quantization 这两件事会联合进行 以这张图来看当类比讯号进来时 ADC每隔一个固定时间间隔TS会对这个讯号取值 这个过程就是sampling 而这个被取到的值则会依据其大小被量化到一个对应的值 这个过程就是quantization 其中TS称作sampling interval或是sampling period 它的导数FS则称作sampling frequency或是sampling rate 接下来要讲解的为sampling和aliasing这两个观念 这是一个ADC的简易架构图 它包含了sampler和quantizer两个部分 sampling是将讯号从连续时间遇上的类比讯号 转换到离散时间遇上的离散讯号的过程 以取样器实现 取样器又叫做sampler 通常sampling和quantization联合进行 类比讯号先由sampler按照一定时间间隔取样 获得时间上离散的讯号 再经量化器在数值上也进行离散化 从而得到数值和时间上都离散的数位讯号 其中量化器又叫做quantizer 这边针对两个专有名词做明确的定义 ADC每隔一个固定时间间隔TS 会对输入讯号取值 TS叫做sampling interval TS的导数是sampling frequency 即每秒可以取样的点数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aliasing的概念 aliasing中文叫做混叠 主要原因为对连续时间讯号做取样来达到数位化时 取样频率不够高所造成的结果 在统计、讯号处理和相关领域中 aliasing是指取样讯号被还原成连续讯号时 产生彼此交叠而失真的现象 当aliasing发生时 原始讯号无法从取样讯号还原 我们从Tidalman来探讨一下aliasing的现象 这个讯号上的点为取样渠道的值 很明显可以看到当取样点数够多时 或是说当sampling frequency够高时 我们可以由这些离散的点还原回原本的连续讯号 由这些取样点来重建讯号 有可能可以重建回蓝色或是绿色的讯号 因此aliasing的结果有可能产生频率比较低的讯号 也有可能产生频率比较高的讯号 在视觉影像或声音讯号领域的类比数位转换 aliasing都是相当重要的议题 因为在做类比对数位转换时 若取样频率选取不当 将会造成高频讯号和低频讯号混叠在一起 因此无法完美地重建出原始的讯号 为了避免此情形发生 取样前必须先做滤波的动作 这就是前一张投影片中 离散时间讯号处理系统中 ADC的前面要加上一个Low Plus Filter 或是Band Plus Filter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ADC的另一个部分 Quantization 中文叫做量化 在数位讯号处理领域 量化是指将讯号的连续取值 近似为有限多个的离散值的过程 或者是将大量可能的离散取值 近似为较少的离散值的过程 量化主要应用于 从连续讯号到数位讯号的转换中 连续讯号经过取样成为离散讯号 离散讯号经过量化及成为数位讯号 以这张图来说明 量化就是将类比讯号值 转换为对应的数位讯号值 它的过程是先将整个幅度 划分成有限个小阶距的集合 把落入某个阶距内的取样值 归为同一类 并给予相同的量化值 这边我们定义几个名词 AI是输入讯号 AFS是这个系统可以输入的讯号范围 简单来说 它就是ADC可以接受的输入讯号的最大值 减掉ADC所可以接受的输入讯号的最小值 D0是ADC可以呈现的数位输出值 因为它是有限的讯号 因此它会有可以呈现的范围 若是这个ADC的输出是用N个bits来表示 举例来说 假设N等于10 那就表示它可以呈现出2的0次方到2的十次方减1的范围 即相当于0到1023的值 因此N又叫做这个ADC的解析度 英文叫做Resolution 而输入范围AFS和输出范围2的N次方的比例关系 则叫做最小的有效位数大小 即一个输出单位代表了多少大小的类比输入值 若输入讯号大小在ADC可以接受的最大和最小值范围之外 则它会分别被量化成数位输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几个名词都会在这次实验中用到 请同学要确实将其理解 接下来介绍一下ADC的量化误差 英文叫做Quantization Error 参考ADC的架构图 类比讯号AIT经过sampling后产生离散讯号AIK 之后再经过Quantizer 会得到被量化后的输出D0K 因此将最后的输出D0K与类比讯号输入AIT相减后 会得到一个误差值QK 这个QK就是量化误差 因此将这个量化误差考量进来后 这个ADC的架构图可以化解为这样的一个表示方式 类比讯号AIT经过sampling frequency为FS的sampler之后 得到离散讯号AIK 再加上经过Quantizer产生的Error 即为最后的数位讯号D0K 它的数学表示是为数位讯号输出D0K 等于经过sampler的讯号输出AIK 加上量化的误差值QK 其中QK为量化误差 我们将量化误差QK化成图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以这个鉴句为例 对比输入的这一段都会被量化到数位讯号输出的这一个值 但是这一想上应该是输入讯号和输出讯号要能一对一对应 即为图中的绿色这条直线 因此1%对应到1 输入讯号的这个值则会对应到这个位置才对 它因为输入讯号是无限的 而输出讯号是有限的 因此它被对应到与1%相同的数位讯号输出 因此这一段结果为这个输入的量化误差 在这一点的误差值为1%数位单位 一个数位单位对应为一个LSB 因此QK在这一点的实际误差值即为1%的LSB 另外在这一点的误差值为-1%的LSB 因此QK在这一点的实际误差值即为-1%的LSB 因此QK的范围是-1%的LSB到-1%的LSB 除了量化误差 因为ADC电路在讯号传递过程中一定存在着杂讯 因此这些杂讯都会影响到ADC的最终输出 这些杂讯叫做全自身Noise 因此量化误差和全自身Noise 为造成ADC输出误差的两个主要原因 请不吝点赞讯